2019年6月我们在校园里发现了朱锦斑鸠竹巢 并且开始记录母鸟喂食雏鸟的过程 也因此让我们对野鸟的生态有了初步认识 之后实践到大安森林公园探索都市之废 却意外地让我们对于鸟类产生很大的兴趣 当我们静静地看着鸟类的时候 不仅能观察到它的外形实性 更可以亲眼看见鸟类间的互动 我们发现爽鸟结束之后 那些爽鸟专家们都会进行鸟准的统计与记录登记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鸟会老师回答 这些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Eber资料库 只要科学家就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进而了解这个区域鸟准增加或减少的变化 最后进行推估与日防工作 换句话说 那种数量的增加减少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漆地环境受到改变 所以环境保育很重要 我们访问长安国小对于小鸟有研究的 庄熟珍老师朱艺婷老师 从访谈中知道校园曾有五色鸟属草 并因此暂时已处得了核根病的枯木 同时开始关注校园内树木的种植移植等议题 从我们校园树木移植变化与鸟种减少 都让我们感受到环境对鸟类栖息的重要性 全球有许多鸟类因为漆地破坏 外来种过度利用污染等等原因 族群正在快速下降中 其中迁徙鸟类因为生活范围广大 无论是繁殖地、渡冬地、过境休息的漆地遭遇破坏 都会冲击个体的存活 进而影响整体的族群数量 从赏鸟到几乎鸟种 我们发现环境变圈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乃惠有句名言说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一直陷在鸟类的困境 就是明日人类生存危机 希望藉由我们的努力 去影响更多人对环境保育的重视 我们私生讨论的结果认为 环境保育是长期且持续性 所设计想出的创影点子 在执行上若是没有太困难 都应该试着去执行 让每个想法与点子都落实 在执行环境保护的历程中 也能让鸟类保育的概念 在我们他人一般社会大众心中生根 那么我们做了哪些环保行动方案呢 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要拿这些我们做出来的吊试跟徽章 拿去意卖 然后所得的金钱再捐赠给北鸟学会 制作过程先在热缩片上画出选定的鸟种 再放入烤箱烧烤 压瓶装上吊试环 包装就完成吊试 徽章则是利用徽章机制作 将美丽的鸟儿印制在徽章里 我们将这些商品在小学博览会 圆会去营卖 同时进行鸟类保育宣导 闯关游戏 另外我们也到捷运站去宣导我们的保育活动 接着还有校园鸟类导览 小鸟博览会 直播小主播新闻等 因为现在繁殖季离苹果了 所以通常是在夏天的时候 就会看到里面会有一只佳燕 或是很多只幼鸟 你知道那只鸟的人吗 还有小水鸭 小水鸭什么鸟种 我出来堆这一只鸟杀 不高货鸟 要吃啊 卖鱼啊 这次的义曼活动 虽然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我也学到了很多 外来和我们的光业活动 进行得非常顺利 我们募取到了超过两千多元的资金 要捐给野鸟学会 最后我们将义曼所得 捐给台北野鸟学会 我们想用什么方式告诉别人 我们办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发挥了我们的影响力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 进行鸟类保育工作 在国际商鸟博览会上 除了继续义曼商品之外 我们进行鸟类保育故事理念的分享 成果发表会上 展现我们幽默分享演出 发现了猪井班舟猪潮 对野鸟的生态有人认识 后来让女娘看女士 越开越有吃 故作来运送或处置商鸟 看来大家对于商鸟跟保育 都非常有概念的呢 这是一定有的啦 另外也上广播节目 利用中英文双语 分享我们的鸟类保育故事 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鸟类即将绝种 不管是城市内的本土种鸟类 或者是冬季南非远道而来的教课 鸟类保育是我们生态维持的重要课题 所以我们要全力以赴 试着去了解它们 关注保护环境 不要随意去破坏它们的栖息地 和谐与它们共处 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就可以让珍贵土地上的生物 拥有一个安全又美好的家园